Norah 大家好 我是Norah 我是你们的收工信号 好不好 那我是一个上海人 我可能是现场 唯一的上海的演员 说实话 我在最后 发现我是最后一个上场的时候 不停在安慰自己 我说没关系 没关系 都是客人 那我在白天呢 是一家快销企业的销售总监 然后晚上呢 会讲脱口秀 其实脱口秀这行业 收入也不多 也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爸开始特别不理解 他说你为什么要去讲脱口秀啊 你是不是学老罗啊 我说爸爸 你先考虑他的段子 他说不是的 你们都喜欢烧钱的爱好 是有点道理 但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平常会讲中文 英文还有日语的脱口秀 所以虽然我没有上过 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但是我会把自己段子 放在网上 然后也会有些观众 会认出我来 前两天我演个英文的演出 有个妹子在演出之后就过来 她说Oh my god I like her show so much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我说咱们都中国人 可以 也没有问题 她说Oh you're so nice 跟我拍张照片 还去跟朋友炫耀说 那个就是Nora 快去练口语 特别的工智 就是其实我还是在台上 相对来讲 比较新的一个演员 然后导演开始问我 他说你想挑战谁 因为按照你的顺序的话 是很难有机会上台的 我说我没有什么原则 我就是不想挑战女生 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线下包括你们今天看到 淘汰有非常多优秀的女演员 就怎么说的 有句话说 好像男生比较多 这句话的水分啊 跟那边的人一样 水分太多了 感觉一下 这边水分可真不多 实话实足 但是这样的 就是我以前还用过 别的英文名叫做Dream 因为当初一个字是梦子嘛 然后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住在对美国夫妻家 两家人 他们来上海看我的时候啊 我爸妈请他们吃饭 两家人家在我不在的时候呢 是用翻译软件交流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我的建议是 不要用 我当时回来的时候 发现气氛巨尴尬 我就问我爸 我说爸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我爸说 我就跟他们讲啊 以后去美国 找他们玩啊 翻译过来是 对方父母是不是就很紧张 然后只能很礼貌 说一句 对吧 翻译过来是 你这个梦做得很美啊 太震惊了 然后我爸吃了两次亏以后 他说要自学英文 看美剧来 然后前两天我爸说 啊 梦梦啊 我喜欢看的都像 看完了 你帮我下点新的吧 我说爸爸你喜欢看什么 他说爸爸喜欢看的 都是一家自编公司的呀 我说哪一家 他给我指了一行英文字 写着 欧夜字幕组 我爸就很有信心 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他说你帮我带个老外回来 我练练口语好吧 我说可以的 然后我请了个美国同学 到我家来玩 他们聊得很开心 我就问那个女生 我说 杰西卡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爸夸我好看 我说不可能 我爸只会 Hi Bye Thank you Money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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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dad just said Your fac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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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爸说 你现在的水平 也就是幼儿园小班了 不要再考验我 仅剩无几的外国朋友了 我帮你报个名 去512 talk 在线青少尔英语学吧 有真人外教 一对一教你 之后 你就不会只说 You Face Good了 你就可以说 I cannot stop looking into your eyes Because you were gorgeous 而且现在下载512 talk app啊 还可以免费试清 划算到 Unbelievable 我爸说 啊不愧是我的daughter 我爷爷说 这么good啊 我也要CC 真的 我们家语言氛围非常好 是因为我爷爷 讲话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我爷爷上海人 讲话中阴夹杂 他会这么说 他会说 哎 萌萌啊 Boo the banana boccia 哎 萌萌 Telephone响了 快去answer answer呀 我爷爷真的太酷炫了 以至于我一直觉得 中阴夹杂 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前段时间 有人扛我 他说啊 你是中国人 怎么会这样呢 但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硬翻译过来的话 会更尴尬 前两天有观众跟我讲 哎 说Nora 我给不到那点 旁边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要说 我得不到你的点 感觉下一句话就是 我要得到你的人 对不对 很猥琐 没有必要 但是我们上海人 还挺洋气的 我觉得北京人 是真的霸气 你不知道 我前段时间出差去北京 点咖啡的时候 前面那个人这么说 他说 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 不是那个炸暖 还寒时候的后 是那个王猴将相 您有种呼的猴 我当然觉得 我这个名字太弱了 就我们上海人 再霸气 也不会这么介绍自己 对不对 你好 我姓房 黄埔区两套房的房 真的不会 所以轮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要体现一下 上海人民的素质 我就说 你好 我姓杨 不是那个风吹草地 献牛羊的羊 是那个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识 荔枝来典故中 杨玉环杨贵妃的羊 谢谢大家 我是Nora 大家晚上好 谢谢 我是Nora 其实我非常羡慕 今天跟朋友 一起来的观众们 你知道吗 我最近见朋友的时间 很少 我发现我们现在 跟朋友交流 都是通过社交网络 但是你没有发现 网上有一种人 他不喜欢给人点赞 他喜欢给人泼冷水 比如说一部电影出来 所有人都说好 几天后 一定会有这样的评论 只有我觉得 这个电影 没有深度吗 就是我觉得生活中 没人会希望 遇到这样的人 对不对 没人希望你爸 参加你的家长会 老师夸你 同学夸你 所有人都说 你爸养了个孩子 你爸为了 显示自己聪明 说 只有我觉得 儿子不是我的妈 不会 但是我其实能够理解 为什么大家 不想在网上点赞 我以前也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大家在网上 都非常假 对不对 有的时候朋友圈 你会看到 有女生 可能会发这样的照片 底下的字是这样的 只不过在路边 看到那个包包一眼 宝贝就包买回来了 我真的那么值得被爱吗 太假了 哪有人一眼 只看到一个包的 又不深度近视 再说了 都是什么年代了 还这么炫耀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这么炫耀 只不过在路边 看到那些包包一眼 宝贝就帮我 买下整个奢侈品集团 有人说我以一己之力 拉动了中国经济 是不是太夸张了 炫耀谁不会呢 再说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在网上 会有人想炫耀 自己的感情生活 我觉得感情 是两个人的事情 就是贴心男朋友 谁没有 就是我男朋友 对我也很好 就是前段时间 我跟我男朋友 说我缺钱 他就主动 变成我的前男友 但是我觉得在网上 的确爸妈都会很假 你们有发现 爸妈在网上 会变一个人 他们会特别的亲切 因为他们觉得 发到网上的东西 谁都看得见 我妈给我打电话 跟发微信 是两种人格 我在外面玩 很晚都没有回家 我妈电话里面 会非常真诚 她会说 喂 要死了 几点钟了 还不回来啊 但是如果我妈 是给我发微信的话 她就会被她 非常亲切 她会说 女儿 冒号 你在哪里 玩得开心吗 盼回复 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 我做了再不好的事情 再不好的事情 但凡在微信里 跟我妈讲 我妈都会很亲切 就算我去爬山的时候 不小心 把我的岳父岳母 从山上推下来了 但只要在微信里 跟我爸妈讲 他们就会非常亲切 会说 女儿 冒号 六峰山好玩吗 人多吗 妈妈 还有机会吗 我的天啊 但其实我发现 我在网上也会很假 就当我发现 有人喜欢 看我努力的样子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努力地 想要做出 非常上进 非常勤奋的样子 前两天 有个纪录片来找到我 想拍我周末 真实的一天 我说周末 真实 没问题 然后我在那一天里 安排了一个月的行程 真的很忙碌啊 那天早上六点 我就起床了 周六早上六点 我妈都震惊了 她听到动静 以后我蹦迪刚回来 然后起床 对她非常的隐私 导演让我自己拍 然后她拍完之后 看着成片 就不断地问我 她说Nora 这是你真实的样子吗 我说对 这是我真实的样子 因为她看到的是这样的 What a wonderful day 导演崩溃了 后来下午的时候 我帮自己安排了 去杭州演出 路上我装作非常累 就睡过去了 演技特别好 导演信了 下车的时候 他过来跟我讲 你这个人真的很厉害的 你睡觉的时候 脸上还在笑 然后在杭州的时候 其实演完已经晚上十点了 我明明可以选择 当天晚上住在杭州 但是我不 我跟导演说 我要搭凌晨两点的火车 回上海 因为我第二天一早 还有事 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第二天一早 帮自己安排了 要睡到晚上 就是我觉得 假装勤奋 是件很累的事情 但是因为大家都会点赞 我就觉得 我还可以再努力努力 所以我觉得 世界上最环保的能源 不是风能 不是太阳能 是大家都觉得你能 而且 谢谢 而且其实我觉得 朋友圈 里面很假的你 可能就是你们梦想 成为的自己 真的 一个小小点赞 可以保持联系 也可以保持 让彼此做梦的距离 那 好 梦不嫌多 今天已经非常晚了 是深夜了 然后我今天想让大家 只想让大家开心一下 所以 我有最后一个小小的梦想 只有在今天才能完成 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 一起完成 还有啥 许愿吗 大家能不能跟我一起打个拍子 接下来这首歌 是首清唱的歌 这首歌 改编自己一首 我很喜欢的歌 叫做 信仰 看朋友圈用左眼还是右眼 你对世界的判断 是否只有真假之选 我觉得这个时代 可能需要更多鼓励 不要再尬黑台 叫不如彼此打打气 听到这肯定有人想 哪里会有个梗 这是手彩蛋 昨天曾险 所以不一等 谢谢大家 我是Nora 那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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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上季表现非常的顺利 第二轮就被淘汰了 其实我爸很早就知道了 他在家里对我说 孟孟啊 你呀 是一定会被淘汰的 爸爸分析过 跟你对标的那就是 富兰跟磅礴 对吧 因为你们读书都还可以 对吧 但是人家富兰跟磅礴 就是优秀 富兰跟磅礴 能气高 讽词多次有理由 富兰跟磅礴 能气高 讽词多 是因为他们两个 很早就结婚了 你以后要打 就打那种离婚的 跟你讲 就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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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也知道 爸妈看这种电视啊 她喜欢看那种正能量的 我觉得我爸爸会非常喜欢黄警官 因为黄警官很正能量啊 他还有小孩了 对吧 最重要的是 黄警官 他是我们黄浦区的 不好意思 黄浦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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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其实上了节目之后 我爸妈都很担心我 因为社交媒体 对很多女演员 会有很多的评论 我有一次上一个直播活动 我爸觉得我没有什么粉丝 想给我撑人气 播了一会儿弹幕上就出现一条 哇 是第一次看这个节目 我觉得女主播笑起来很好看的 像她妈妈一样 还有人在我微博下面留言 说天王盖地虎 诺拉一米五 立刻就有人回复她 这件事情也不能怪她的 她小的时候不太喜欢喝牛奶 她的妈妈也没有管管她 那人就回来 你谁啊 她妈妈 我不是的 我就是个路冷 那为了感谢这位路人呢 第二天我就买了 每100毫升3.8克 原生乳蛋白的经典有机奶 对路人说 天王盖地虎 妈咪最辛苦 经典宁常常 营养又健康 我为什么要讲这样段子呢 因为我真的很想赚钱 我觉得我们女生 在变美上面花的钱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不瞒大家说 很多人除了说我矮 还有很多人说我胖 我也知道 因为我的小腿很粗 今天把它遮起来了 我去年穿了套粉色的西装 下面是短裤露出小腿 怎么跟你们讲 去年我上半身快乐女生 下半身巨石强森 我到后来真的去打了 那个小腿针 然后我突然发现 医美的医生 像是半个心灵医生 他跟我讲说 你对自己哪里不满意 我说我小腿很粗 还有呢 我的脸也很肉 还有呢 我很矮 还有呢 我短子不好笑 有人讲我有压迫感 我要不要找脱口秀了 真的 我觉得做女人太难了 而且你看网上那些短视频啊 它会给你很多的外貌焦虑 它会告诉女生 你要变好看的话 你要又盐又甜又酷又辣 简单一句话 你要色香味俱全 而你们知道 男生要变好看要做什么吗 只要干净就好 你只要洗个头 哎呦我的天哪 就是我们的菜了 而且网上你看看 总是对女生的外貌很不自信 对吧 我们女生有什么 我们有梨型身材 苹果型身材等等等等 但男生只有两种身材 有八块腹肌型身材 和哼 我有钱要什么身材 怎么跟你们讲呢 就是外貌对女生来讲 真的非常重要 再厉害的男生 无论别人怎么劝 他都要看脸 张无忌厉不厉害 五只大侠 他的妈妈小时候 临死前 阴界地跟他讲说 啊 无忌 不要相信漂亮女人 他们都是骗子 张无忌长大以后 身边围的全都是美女 你就感觉张无忌听到的是 无忌 漂亮女人 怎么说呢 我真的觉得现在 大家对女生的外貌焦虑 真的是太严重了 连我内心都在想说 这个比赛 比起好笑 哎 我也许更想看到人 在弹幕上cue 哎 这个女生还挺好看 但很可能 这个时候又会多一条弹幕 说啊 我就是一个路人啊 我觉得这个人还蛮好看的 主要呢 是像他妈妈 真的 谢谢大家 我是Nora 谢谢Nora 不用扶扶我 是啊 啊 这个人有医力啊